新英雄重製 新英雄重製 這隻英雄可以說是 射射版甲蟲 你沒有聽錯 撞到就秒殺 今天這場除了會介紹 全新的洛克之外呢 這隻英雄原本能出的 都變得不能出了 不能出了都變得能出的 很像在繞口令 或是阿媽叫你吃飯對不對 好了 那今天這場真的非常精彩 我跟納克羅斯在野區 大戰三百回合 不是我來反他 就是他來反我 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 大家好 洛克這隻英雄呢 主一-二有大就點大 這隻英雄主要就是依賴著 順風把對手打爆 那逆風的話會有點 稍嫌火力不足 直接被融化 最仰賴的就是他的 大絕招超無極的霸體 撞撞撞 蹦蹦蹦 一技能貼著打 對手就被秒殺 但是比較少人知道的是 其實洛克的被動技能是 只要你普攻到對手 對手就會降低防禦力 所以這一次呢 因為洛克到後期的被動技能 光是防禦力的下降 最多可以降到 我的天啊 240點的防禦力 這個有點可怕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 自從上次官方正式伺服器 改版把破陣戰帽的價格 變便宜之後 所有受惠他的英雄 勝率其實都有大幅的提升喔 尤其是甲衝 更是莫名其妙的 直接爬到第一名 那他的親兄弟洛克呢 這隻英雄我覺得有個弱點 就是順風真的超強超無解 但是逆風的時候呢 哇我的天啊 整個被打到整個爆炸 那個納克羅斯 又要來野區壞壞喔 看我這個甜蜜的小男僕 來唸一個咒語喔 讓野區的藍buff變得非常好吃 不要吃我的拍大星 你們不覺得次元突破的藍buff 長得真的很像拍大星嗎 還是其實紅buff比較像喔 那這次調整呢 讓洛克目前是 鐵速器的版本調整喔 那洛克這隻英雄 原本是遠程的射手判定 變成近戰英雄 也就是說現在正式伺服器 全部的洛克都在出豐顏神功 現在直接要變成 只能出打野刀 紅打野刀三階 紅打野刀三階 到底叫什麼啊 紅色小牙籤就對了 那這次的改版 其實我有一點點看不懂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調整 因為這次的調整 是會讓所有玩家的習慣 完全變得不一樣 我覺得有一點點變相削弱喔 因為洛克的大絕招本身就能霸體 那他最主要依賴的就是 在開大之後的 第一下 第2下的輸出 讓你的盾可以源源不絕喔 但是如果變成近戰 雖然你出紅打野刀 你的傷害會變高 但是你的出手速度 會稍微變慢一點點 這等於也是讓洛克有點變相削弱 那洛克其實也 非常害怕幾類的英雄喔 像我今天 我的天啊 洛克在前期完全打不贏艾瑞 有個艾瑞 今年在體驗伺服器 我不知道是誰 誰給我站出來 他看到了ID跟我打招呼招 就從頭到尾 一直走到我的野區 去煩我也好 洛克我真的覺得非常難打螺爾喔 那如果是要打一些近戰型的英雄 我覺得算是非常好打 這個納克羅斯 還敢下來啊 納克 看我這個光凸凸警長直接衝過去 直接把你給頂爆喔 洛克真的很簡單又非常好玩 最主要呢就是 如果一開始 你就是不要第一個衝上去 就是用你的普攻在那邊 射射射射射射之後呢 他們走位食物 用你的二技能撞上去 再用你的一技能去補刀 洛克 中期的一技能傷害真的超級痛 而且吃魔龍跟凱撒的速度 真的非常快喔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有時候的錯覺就是他有時候吃龍的速度比菲尼克還要快 好了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已經出了紅色的小牙籤 那這場你可以感受一下 完全不一樣的洛克 不知道為什麼官方要這樣子的調整喔 那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式伺服器的改版情報 根據外服的外流呢 好像在6月8號到6月9號的時候 正式伺服器會改版喔 那其中一個改版呢 就是小兵會拿水槍喔 那個外服改超久 不知道為什麼台版最近才移過來喔 如果你是有老觀眾的話 之前有跟大家介紹泰國 潑水捷的傳說對決地圖喔 那也有搬來台服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現在人在日本 這次來日本又跟上次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我這次要跟你聊的是咖啡廳部 不是女服咖啡廳 抱歉不能讓你聽到瑟瑟的話題喔 而是這次我們在百貨公司裡面發現 竟然有手機遊戲咖啡廳 這是怎麼回事呢 他就是做的像開放的咖啡廳一樣 非常明亮不是做那種電競的佈置 那每個桌上呢都有四個插孔 就是可以讓你帶朋友一起來 邊點餐邊吃邊玩手機喔 那其實裡面很多人幾乎都在玩Switch 日本人其實 比較不玩像傳說對決之類的遊戲 而他們比較偏向玩的是槍戰遊戲 或是像是PS5之類的遊戲 這次來日本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的天啊 你只要一定是進廣告 或是你到任何地方 永遠都能聽到我推的孩子主題曲 在日本掀起了熱潮 那在遊戲裡面就是薩爾達 不管在電車上電視上 或是什麼看板上 永遠都是薩爾達傳說 而且我發現日本的電玩節目 做的真的非常有意思喔 他們這裡好像非常流行玩Minecraft 沒錯就是那個遊戲 而他們玩的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是找日本的老藝人 然後用那種 就是有點像大人第一次玩Minecraft的感覺 去轉播 真的超級好笑的欸 那這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其實有時候你會發現喔 當日本在流行一個東西之後呢 到了半年或是一年 台灣才會跟著流行喔 那這次我比較看到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也有流行出租單車 但是他們不是像U-bike那種腳踏車 他們這一次比較像是電動滑板車的那種感覺 就是在那種東京的街頭 不管是澀谷或是什麼 你只要用手機一掃碼 你就可以直接租電動滑板車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18歲才能租 但是真的好多人在租喔 感覺還蠻不錯的 那這一次呢 我的天啊 這一次我的人生體悟 真的是我的天啊 我的慢 我的夢想 我真的老了嗎 這一次我有去日本的Pokemon Store 就是賣很多神奇寶貝 寶可夢裡面的東西 我發現這一次 如果你有在追寶可夢的話呢 不是次世代的 又最新的三隻寶可夢 長得很像台灣藝人的寶可夢 對 好 不管那三隻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 寶可夢裡面通常都有賣很多 寶可夢的玩偶 但是為什麼 不管我走到哪裡 都沒有噴火龍的玩偶 我最喜歡的噴火龍的玩偶 不管在任何地方都沒有 噴火龍不是 寶可夢裡面最 最受歡迎的人氣角色嗎 他不是還可以 去墾丁曬太陽然後變黑 Mega進化之類的嗎 為什麼 我走到哪裡 都沒有寶可夢的玩偶 我至少走了三四家的寶可夢店 有穿著空姐衣服的皮卡丘 然後有閃電鳥 然後有舊的那種零零種種 還有長得像鐵甲蛹的雨傘 就是沒有噴火龍 到底噴火龍這隻英雄 而不是 這隻寶可夢是怎麼回事 我真的覺得好奇怪 連小火龍火恐龍都沒有 那其他的妙蛙種子 妙蛙蛙水箭龜全部都有 我不知道這究竟是 怎麼回事 有沒有在追寶可夢的 能夠跟我分享一下 因為我之前 像我朋友他們最近都在玩 寶可夢的卡牌 他說最貴的卡片 你知道是哪一張嗎 是最初版的 噴火龍 那張卡片價值12萬台幣 如果你家裡現在 還有寶可夢的卡牌 最舊版的噴火龍 現在可以賣12萬台幣 真的不誇張 好啦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的推進去 玩洛克 真的非常簡單 你就是只要保持順風 就算隊友沒有辦法帶給你順風 自己製造颱風 自己讓你放颱風架 就是不斷的農 不斷的農喔 只要農到一定程度之後 你會發現洛克 不管打誰都非常好打 但是 如果你遇到一些放風箏的英雄 請你先考慮 等對手繳出位移技能抓失誤 不然 有時候真的覺得 你的一技能或是二技能喔 那個撞和技能沒有配合好 就換你直接被秒殺 好 拉個距離之後呢 其實我是想往前撞 我剛剛失誤 直接往後撞著 究竟是怎麼回事喔 好了 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在後面喔 幫忙喔 有沒有 哇 這個傷害 喔 太爽了 各位 我現在就是像一隻大龍蝦一樣喔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是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